虎牙被台员工胜诉 虎牙被判赔偿医疗费及财产损失费 5016元 并公开道歉 别牛市 12月21日消息 今日 虎牙被台员工当事人发布微博称 去年满身大汗的我被扔出虎牙公司 经历职场霸凌后414天 我终于拿到了法院一纸胜诉 当事人称 这一年的维权真的不容易 虎牙公司发布的虚假声明 需要我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原事实 恢复名誉 在此感谢南沙法院陈法官的公正判决 广州南沙法院受理的虎牙暴力侵权的案件判决如下 1.虎牙赔偿医疗费 砸坏我手机的财产损失费 虎牙公司指挥八个大汉将我抬出去的那一刻 怎么会想到这个楼一般的存在小人物 能够让他们付出法院判决公开道歉的代价 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 赔偿也休想虎牙H2 法务在我面前上传下跳 虎牙公关在舆论上也对我围追堵截 虎牙的职场霸凌升级到了拳脚相加的暴力 我的遭遇跟一般劳动案件不同甚至更恶劣 事发之后更是对外发布了一个满是谣言和诬告的声明 正是使用操纵心理学试图利用不实指控 让被指控的人用尽所有的力气和时间为自己辩解 转移大众视线操控舆论对我进一步的霸凌 所以我与虎牙的诉讼有两个 分别是劳动案件和侵权案件 这也需要我及我的律师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维权 在此感谢郑律师在我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 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接下来继续努力在劳动案件中争取到公正的结果